真的是靠team building来 把他们的心都打开 他们才愿意去了解 为什么KPI对公司的重要性 员工第一次对你失望了 第二次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才会再请 Vilson 你们过来帮我们梳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 Mr Wong 你好你好 你觉得这两天Sand Mary KPI的工作营 你有什么感想呢 很不错啦 因为真的是靠team building来 把员工的心态 把他们的心都打开 让他们有参与感 然后再来 也因为他们的心开了 然后他们才愿意去了解 为什么KPI对公司的重要性 而之前呢 没有KPI的时候 虽然说公司有在成长 可是 就在部门跟部门之间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了解彼此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最主要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愿景啊 使命啊 公司因为之前都可能没有太明确 所以导致员工很想做好 把事情做好 可是没有方向 所以 透过这个 KPI team building的这个两天Event 老板也把他的愿景使命都告诉了全部员工 那我怎么去达到 每个人需要做到什么 才能帮助公司达到公司的KPI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两天收获蛮多的 也看到员工们 压抑很久啊 他们很想把事做好 但是终于有一个平台让他们 或者一个方法让他们去知道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不该做的 好 那么之前你也是尝试过去做KPI嘛 对不对 对对 那么从你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啊 然后 怎样才可以 能够把KPI做到成功 OK 之前呢 我们有尝试来 也是上了课 然后 呃 就是去上了课 尝试 把学到的东西自己落地吧 呃 可能没什么经验 所以 老板很想把事情做好 很想让员工得到幸福感 可是 可能我们用的方式不是那么正确 因为没经验嘛 所以必定会撞很多枪 而这个撞枪其实会影响公司蛮严重的 因为 员工 他信你 你第一次 对你失望了 第二次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然的话 哦 很可惜啦 好员工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才可以再请 好像Wilson啊 你们过来 帮忙 比较有经验 专专专门做KPI的过来帮我们梳理 好 OK好 Mr Wong 谢谢你的信任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成长吧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你 好好